华语乐坛好像真的完蛋了 魂川彩铃年代没有一首歌名见过 竟然都听过 即使你不是5G、冲浪少年或音乐爱好者 都可能听说过前几天的TEMA腾讯音乐娱乐盛典 出圈的原因不是奖项多有份量 也不是道场嘉宾多么星光熠熠 而是一份让人惊讶到和不上嘴的年度十大热歌名单 在社交网络的一片震惊和哀鸿中 云与海、白月光与朱沙智、浪子闲话、醒不来的梦等获奖选手 开始遭到秦朝、土味口水歌 旋律老套难听 甚至还是抄袭裁凤怪 但这些原本名不见经传的歌曲 是怎么出现在人们眼前得到播放、分享、点赞或收藏的 它能让无名之辈打造出全网爆款 成为Spotify、Apple Music等榜单第一 甚至有机会登上格莱美舞台 能让被认为尘封过时的老歌重新回朝 让小众音乐找到自己的受众 同时也为大牌歌手提供了一个跟粉丝更亲近的渠道 而五条人称 以前他们批发唱片的时候 也是过根据30秒来判断一首歌曲要不要进货 当然 翻车几率还是有的 今天大家习惯短视频的感官刺激 很少有空欣赏30秒以外的音乐 与其抱怨短视频平台毁了华语乐坛 感慨青春已逝 天天催某位周姓奶茶爱好者出新专辑 不如也想想 我们能做点什么改变现状 听众能不能主动听一些算法 推荐以外的音乐 少为抖音神曲输送流量 用思考和行为来比喻算法的支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